哇 大家好,我是东宝 今天我们又经常找蘑菇 因为明天家里来客人 我们去看看有一个地方 在那个香菇 这个地方也牛了半个月了 一直不怎么长 我们现在有七八天没人看了 四来天吧 嗯,好像不知道长大了没 现在我其实不担心他长不长大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油霸被人扯了 这里昨天晚上应该树上有什么野鸡 蝎在这儿的,拉好多时间 就是喜欢蝎在这种枝上面 这个是阴山红 有没有下面 你下来看了,看就知道了 没看到啊 被人扯过一次了 你说一些小的 大家看看啊 小的特别特别多 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扯了 你看 这个霸本 都是被扯的痕迹 都是被扯的痕迹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你人经常来看他 这种小的他就长不大了 因为他有人 那个气味接触 他就不长了 其实就是,要不就是没怎么长 要不就是被人扯 好像这霸本也多啊 现在就是很纠结 很犹豫 不知道要不要把他扯了 很尴尬 现在太小了 看那上面还有好多 但是半个月就这么大 哎,扯不扯,你一句话 扯 嗯,真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 嗯,半个月前我们就来看过了 就想留着他长大 嗯,要长大的话早就长了 对吧 这段时间也下雨了 嗯 那应该就是不长 那就开干吧 这个没办法 扯了 好,明天来客人 嗯,要吃这个我们 还是把它搞了吧 哦,我现在很确定的 有人把大的扯这个 为什么 看这个 好新鲜 这个好新鲜 哎,留不住 更加留不得了 嗯 这种小的我就喜欢吃 但是大的扯钱嘛 就更过瘾一些 小的还是挺多 挺多的 要长大了 我们这篮子随便装一篮子了 嗯 啊,底下还有吗 嗯 一点点 这里的我就来扯了 好小个啊 但是好嫩啊 这是今年见过最多的一次香菇了 看 就是太小了 那上面还有 那上面还有好多 你找到了什么好东西 哇 好大的香菇 嗯 这个香菇算比较大了 我们看到点 还有这个 你自己把里面是什么东西 春兰 这是春兰的花 但是那个春兰我是不敢挖的 花是可以摘一朵 哎 它下面搞的没多大的 好香啊 春兰很香啊 嗯 折香 要换房间折香 太香了吧 这个香味 好好闻 啊,就是见鬼见死精的 我从哪里往里扒上来的 我就说你去了这么久 看一下 嗯 这个香菇好大啊 被人扯了 下面下面有这么大棵树 我不可能把那棵树抬上来 把扯这几个 哎,先把我抬上来的搞一下 哎,我也这么死多香菇 我把带钢上来 那你陪下子 我洗的够了 我钢了火的 哇 这就算大了啊 刚还没看到 嗯 这还有一个 哎,这就算大了啊 对 现在就很确定啊 是被人扯过了 这个就是 信免于乱了 几个 简了 嗯 这种你看他没看到 就没扯啊 嗯 看一下多大 应该不是不早 嗯 是已经有人扯了 嗯 还有一朵 正常情况下 半个月应该都长这么大了 嗯 啊 就是很确定被人扯了啊 撑场面的来了啊 看一下 大的就是很撑场面啊 嗯 好,这里还有很多小的 这个小的 全解决 你是不知道 这里还有好多小的 那了 有的还没钻出来 嗯 好的 今天真的是我们见过最多的香菇 嗯 今年啊 就太小哥了 多不多 我就问你们 很多吧 就太小了 刮不刮 刮 刮啦刮的哦 嗯 多啊 在这里发现两个大的 嗯 这还有一个呢 哇 这个可以哦 这个如何 嗯 天哪 还藏了一个大家伙 嗯 够了啊 够了 这个就算了 怎么叫做最好的啊 这个小哥应该是 看看啊 全是扯了痕迹 看一下 哎呀 好新鲜 测流一些 下次看到这些野生菌 不管大小 都不要牛了 啊 这东西 那你就打这儿嘛 好看些嘛 打过去有餐嘛 人该不这么香啊 不过今天也搞到一餐了 嗯 今天就这点收获了 不要看少啊 都有几百个蘑菇的 一餐菜今天随便有了啊 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了啊 就是被别人扯了一波了 而且还有一些很小 没办法 可以了 我们这一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